好 各位好 今天在這邊跟各位測試的標題就在這裡 你看這叫做Oracle 11G Database的一個安裝 在透過ASM ASM這個功能很棒 就像是RAID或者是LVM的這種 磁碟機的多重磁碟機 或動態磁碟機分割區的一種控制 而ASM的更重要的優點是使用者 管理員完全不用管你到底東西放在哪裡 他完全可以管理這些東西 CD的用量等等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demo 因為我發現它的安裝在過程中 有很多事情是管理員必須要注意的 這同時也是不管你是使用Linux 或者是使用Oracle的人都必須要了解的一些東西 而且它的設定跟主態的過程相當的長漫長 所以在你還沒有試過之前 如果可以看個影片了解一下 這中間的過程是相當不錯的一件事 那我使用的是KVM Linux的一個虛擬機 然後呢我用KVM模擬出來的這個系統 我用的是CentOS 5.8 i386版 那已經經過了 已經經過了線上更新 所以已經是把所需要的軟體盡量的更新了 那等一下還有一些東西會需要是在安裝Oracle之前 需要先裝的或是先調整的 我們在過程中都會把它列給你看做給你看 如果時間花的比較多 我可能還會故意把影片停下來 我可能會採取一個暫停的做法 因為這是一個練習 那很多同學 剛開始遇到這樣的系統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的恐懼 有很多的那種不習慣的這種關係 所以需要有人能夠做一次給他看 可以說是相當的不錯 因此如果我們可以很注意的觀察這中間的過程 我想相對的來說在對各位的學習 都會非常的快速而且方便 這個也就是如果有人帶過你過這一關的話 就可以少花很多冤枉的時間 那麼當我們把主機準備好以後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就包含哪些 第一個 我已經先把飼料庫的安裝軟體 全部都放在OPT底下 並且已經解開來了 我們需要安裝ASM的時候 需要先安裝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先裝 那下載的部分 你們自己到Oracle網站上去看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使用的是 現在Oracle網站已經抓不到第10版 所以就拿次星版的11版的R2版的來做 這兩個壓縮檔解開來得到這個目錄 這個壓縮檔解開來得到這個目錄 它是ZIP檔 所以你用Unzip UNZIP就可以解開 那我記憶體的使用狀況呢 我是給它30G 3G 3G記憶體 對3G記憶體 那3G記憶體一般來說還算夠 可是在安裝上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那虛擬的CPU給它兩顆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虛擬機設定的方法 我的處理器 我是三核心的舊電腦 所以我給它兩個Core 然後呢 記憶體呢 我給它3000Mbps 好 我用一個LV 來做30G的空間 所以這個地方已經30G了 可是等一下 我做ASM Disk的時候 我會故意把 在實體機上做好的邏輯券中 插到虛擬機裡面來 當作ASM Disk 那光碟片就不用談了 這是網卡 網卡也都還好 我們用的是VirtualIO的網卡 我們的硬碟也是VirtualIO的Disk 好 那如果看我們的 我們的 VM LVM 你看到LVM我這邊做了 123456789 一共9個 邏輯券中 每一個邏輯券中有1G 等一下我們會在 中間的過程中 會故意把它 插到虛擬機裡面 來當作ASM的Disk 那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希望 就是 我們可以有時間 好好的來看一下這個過程 這是我們虛擬機設定的方法 那 當我們做完 線上更新之後 有一些程式 可能會必須要先關掉 確保它在開機時不用啟動 像一些很少用到的東西 CheckConfig 藍牙 Bluetooth 就是 Off 好 那 所以 像這樣 像印表機伺服器的Cup Speed Off 那 這個如果沒有的話 就 再換 Cups 好 關掉 然後 有一個硬體相關的功能 Cancel 沒有 它這邊沒有 我可能安裝時就沒有裝了 然後 好像是讀卡機之類的 PS PCS CD 關掉 關掉 線上更新 就 要 手動來做 YUM 那 另外兩個要安裝的是 NTP 這個已經裝了 還有一個 要裝的 YUM Install SY SSTAT 好 這個需要裝一下 OK 那 我要確保 那個 NTPD 是啟動的 所以我可以用 CheckConfig DX DX LIST NTP NTPD 有 它是在Round Level 3 跟Round Level 5 是開的 那就OK了 然後 關於 NTP 有一個 特別的設定 這個特別的設定 在 一般的狀況下 比較難遇到 可是在Grid Infrastructure Grid Infrastructure 的安裝上 是需要的 所以你最好 要走到 ETC SysConfig 目錄裡 有一個檔案 叫做 NTPD 這邊 好 VI NTPD 打開 在 Option 參數這個地方 為了 Grid Infrastructure 加一個 加一個 Dash X 這個在原廠手冊裡面有提到 然後 這個等它重開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會重開機 但不要忘記 防火牆 沒有必要的話 都關掉 SE Linux 完全是處於關閉的狀態 Disable 是Disable的狀態 所以在 安裝時 第一次啟動的時候 你就要把 CentOS上面的 SE Linux 這個 啟動跟防火牆 全部關閉 然後 重開機才行 所以要記得 叫重開機 然後呢 在這個時候 有必要的話 會需要做一個重開機 重開機的部分 我們可以先跳過 對於這個 東西 有一些事情 要裝的 網卡 等等的 這個等一下 我們再來看 好 然後 我們在 安裝系統之前 有一些東西 需要 先調整 喔 有這件事 再來 首先你要先確定 你的主機 不是從DHCP取的IP位置 它對這件事 安裝程式一直很有意見 首先你要先確定 所以我要走到我的 網卡設定檔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 這些事情不能夠不熟 在不同的軟體安裝的時候 總是有不同的考慮 所以你看 比如說我今天 我這台電腦 預計要叫做 Server 10 按照我這邊的 名稱伺服器解析的過程 我可能會需要把它的主機名稱 以及 IP位置都需要改變 if cfg dash Ethernet 0 你看 現在我們取得IP的方法 是用DHCP 這一點 對 它來說 是討厭的 原廠會 這程式會討厭你這麼做 所以我把它變成 固定IP 那我的IP位置 是 IPADDR 是 192.168.0.110 我假設我是Server 10 那開機啟動 然後呢 直網製造 大寫 Netmask 是 2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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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那如果我需要在這邊設定我的 雜道的話 可以順便寫一下 A位 是 192.168.0.110 1.0.25 0.25 0.25 1.0.25 這是我的 0.1 是我的雜道 名稱伺服器 還要再改一下 所以這邊確定沒有問題 等一下網路可以重開 對於 名稱解析來說 有兩個地方需要用 第一個地方是你本機的主機名稱 是存在樓上的SysConfig 是 的 Network 的設定檔上 這裡開機啟動 是要啟動網路的 主機名稱 好 到 這裡來 把主機名稱改成 ServerTen 到Example 那主機名稱 這是開機時啟動的主機名稱 但是 主機名稱跟IP位置的對照 它必須出現在 ETC hostess 於是在這裡 192.168.0.2 110 110 這是我的IP 我的名字叫做 ServerTen .Example .Com 我的 暱稱 ServerTen OK 好 基本的準備 在網路卡上面 應該差不多了 現在看IPA 你可以看到 我們本來用DHCP 取得的是 0.12 在這個地方 現在我重新啟動網路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重開網路之後 變成固定IP位置設定 然後 名稱伺服器需要修改 Resolve 我寫的是 那叫做 相對路徑 Nameserver 192.168.0.254 故意 我故意寫成這樣的 OK 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名稱解析 192.168.0.254 這是instructor 我拿我自己的 IP110 反解成功 正解 你就知道 我們的IP OK了 然後 我們的 網路環境OK了 那我們 PIN 外網 95.1.1 也OK了 但是有一些準備動作 還沒有做完 我們需要 好好的看一下 那 有些軟體呢 必須要先安裝 在 安裝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已經做了 可是 如果沒有特別提醒你 起來的話 你可能會 不夠熟悉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準備 我會準備一個文字檔 這個文字檔會 放在 那個 這個補充的網站上 等一下在影片的 說明的那個欄位 應該會 給你一個網址 我們現在 等一下要做 下一段要做的 是 希望能夠 給你看到 有哪些軟體需要裝 那測試的時候 有什麼方法 可以比較快的 去把它做完 這是第一段 主機的安裝 跟測試 然後呢 我現在 如果要把它 一個一個的寫 可能會有點慢 不過我們可以用 慢慢找的方法 先看一下 我們可以用 比較快的方法 來找找看 比如說 RPM Dash QA 哪些軟體有裝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用GRAP 來找 BIN UTILS 如果你覺得 這樣搜尋太慢 像這個有裝 Compat C-O-M-P-A-T 這是舊式的西語圓 韓式庫 Lib GCC Compat Lib STD GCC C++ 另外找到 這邊有33 61 OK 好 這個有裝 然後再去檢查 ELF UTILS 好 這個有裝 然後Static 有裝 好 這都有 GCC GCC 跟GCC有關的 我們的那個 安裝過程都有把那個 那個開發工具都有裝進去 GCC有 GCC-C++有 G-LibC G-LibC 沒有查到 我們看一下 G-LibC G-LibC 我需要G-LibC 原始的狀態 還有 G-LibC原始碼 標頭檔 還有G-LibC本身 還有它的Comma 沒有問題 再檢查 KSH 然後 KSH 有 LibAIO LibAIO 我需要有 程式本身 還有原始碼 好 去了 Y1 Install Lib AIO DVL 好 有許多人 面對這種 缺乏的狀況是 十分的無助的 因為平常在念 LibAIO 沒有好好念 事實上 我就是要補足這些 東西而已 LibGCC LibGCC之外 LibGCC 一個C++ LibGCC LibStd C++ Std C++ 我們只要找關鍵字就好了 這個程式是LibStd C++ 4.1.2 點多少 好 然後 LibGCC 有了 LibGCC C++ 有了 Make 這裡有 Automake 有Make 有 SystemStat 你都可以看 那個 列表商跟版本 差多少 這邊沒有 它叫做 SYSS TAT SYSS STAT 有 版本也對 UNIX ODBC 大写 小写 UNIX 大写 ODBC 因為鍵盤的關係 所以打字會比較慢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YWEN INSTALL 下寫 YWEN INSTALL UNIX O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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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verything 好 它這邊有 那個 相應性有 broken 那我就不要去指定 我先裝 ODBC ODBC 裝了有ODBC的Lib 等一下要裝ODBC的 Dash Dash E V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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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所需要的安装的软体 完成之后 有需要装的再装 然后呢像是 有一些 Lib XP要装 所以这个地方 另外补充的一些软体 也是要装的 刚刚是我们安装软体时 是不是有装一些该装的东西 接着这部分是 跟Xwindow有关 跟我们的软体操作有关 X Authentication GoodNone Screensaver 然后Control Center 然后Lib 大X TST 大X TST Lib Lib DiX TST Lib Lib DiX TST DiX T DiX T 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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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T 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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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LiX LiX dng 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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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Live XP 有没有上来 Live XP DEVEL Live 大X小P 这些都要补足 当我们完整了这个安装过程之后 等一下我们下一段 我们再来看使用者的建立 跟过程 等一下我会把文字档丢到里面去 我们可以在这边先停一下